第五三点 全红禅正式摊牌发声 观众感动 中国跳水队人心振奋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烦恼各位喜欢全红禅的观众 给小明的视频点点赞 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全红禅最新情况 大家都知道全红禅目前正在 布达佩斯参加本次的实景赛 可以说作为中国队来说 在本次的表现 整体来说还可以 目前来说我们也输负了多米金牌 作为全红禅来说 他在之前连续获得奥运冠军 全约会冠军 自然是希望能够在本次的实景赛中 再次夺冠 因为全红禅本次爆了两个项目 女子单人十米台 双人十米台 作为这两个项目来说 全红禅自然是具备夺冠实力 通过虽然说在之前的对立赛 全红禅两次输给队友 但是到了大赛中 全红禅也希望能够展现出最好的实力 争取击败所有的对数吧 就在之前 全红禅也是正式摊牌发声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呢 自己呢将会全力以赴 而且呢 把每一场比赛都当决赛来打 希望能够获得两枚金牌 来回馈所有的观众 和喜欢自己的一些体育迷茫 通过全红禅的最新摊牌 可以看出呢 作为全红禅来说 他的状态是不错的 包括自己的心态也是比较稳定 他在之前是表示我自己呢 虽然有些紧张但是呢 更加兴奋 所以说通过本次可以看出呢 全红禅确实有打奖风范 我们希望呢 全红禅能够在本次实行赛中呢 获得冠军 争取成就大满贯的伟一 因为目前来看 作为全红禅来说 他年龄已经不具备优势 通过本次全红禅的一个摊牌 作为观众来说 也是纷纷的为全红禅点赞吧 随着全红禅的正式表态 可以说中国跳舞队是人心练肺 我们希望呢 中国代表团能够在本次的游泳试镜赛中呢 能够输入好成绩 争取呢 为国争光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下期再聊